恐怖组织伊斯兰神全国IS的追随者 在我国有死灰复燃的迹象 吉隆坡和柔佛新山今天一共有四名男女 因为涉嫌支持IS而被控上法庭 当中呢 吉隆坡的男被告向警方承认 他是IS的成员 而且组织头目阿布侯赛因 还有参加他的入会仪式 身穿浅黄色上衣 黑色长裤的被告一线身法庭 立刻引起媒体关注 这名35岁的男子是吉隆坡交赖一家餐馆的员工 不过他不仅私藏伊斯兰神全国的相关物品 更加入这个恐怖组织 结果被控上法庭 他今天在警员持卸押送下 被带往吉隆坡地庭面控 整个过程也有两名警员在被告拦住手 保安滴水不漏 他一共背负三条罪名 第一项控状纸 利用脸书和Telegram账号 支持伊斯兰神全国 抵触刑事法点130J-1-A 与恐怖活动有关的罪名 第二项控状则指 他收藏与伊斯兰神全国有关的文章和影片 抵触刑事法点130J-B-1-A 收藏恐怖主义物品条文 第三项罪名则指 被告已承认自己是伊斯兰神全国的成员 甚至还和组织头目阿布侯赛因会面参加入会仪式 有鉴于恐怖活动罪行涉及高庭权限 因此被告今天在地庭上只是点头表示明白控状 并没有记录是否认罪 由于需要等待反恐专家的报告 因此复检察司要求案件定在两个月后才过堂 法官最终不允许被告保外 但要求他领选代表律师 案件定8月29号重新过堂 无独有偶 柔佛新山也有三名IS成员被控上庭 其中包括一对夫妻 他们个别面对五项罪名 三人分别是35岁的莫哈莫费索 46岁的妻子苏海妮 以及37岁的莫哈莫菲道斯 他们聆听控状后点头表示明白 由于案件同样需转交高庭审理 因此三人没有认罪 控状显示这对夫妻被告 上个月30号下午1点10分和1点15分 被发现手机内存有与IS有关的物品 而第三名被告在同一天傍晚6点15分 在新山一处工厂内 同样被发现手机内有恐怖主义内容 三人因此触犯刑事罚点第130JB-1-A条文 一旦罪程将面临最高七年间禁货罚款 同时充公所有涉案物品 同时女被告上个月27号下午5点50分 因为在吉隆坡武吉阿曼总部反恐组被发现 涉嫌利用两个脸书账号支持IS 因此在刑事罚点130J-1-A与恐怖活动有关条文下 被加控两项罪名 面临最高四十年间禁货罚款 法庭则定7月30号重新过堂 同时预令所有被告领选代表律师 至少年禁货罚点选代表律师